花莲市长辈慢速壘球锦标赛这个周秋假期在国福球场热闹开打 有42支队伍近千名的球友上场展现球技 市长温佳琴表示说 施工所致力举办各项适合各个年龄层相亲的体育单向 要鼓励全民一起来运动 111年花莲市市长辈慢速壘球锦标赛 9号起102天在国福球场举行 市长温佳琴表示 花莲市培育体育健将的摇篮 数十年来选手们在不同的运动领域发光发热 市长也期盼喜欢运动的朋友可以有健康体魄 透过运动赛事交流 而施工所也会持续支持各项适合大小朋友们的运动单向 把花莲市打造成为一座爱好运动的城市 那刚刚也跟理事长确认 其实这是第六届的我们市长辈 我们累球比赛 其实过去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体育里面 推动非常多好玩有趣的运动 让所有的朋友能够参加 在此我也要谢谢体育会 不论在累球也好 各个单向也好 都给很大力的支持 也新办开办非常多的一个市长辈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孩子们 或青年朋友们或长辈们 都有适合的运动 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继续来做相关的运动交流 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 都能够继续的保持运动习惯 那最后提醒大家 务必一定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那因为今天疫情比较严峻 特别是花莲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把疫情控制住 回归到更正常的生活 市长辈 漫磊的比赛也迈入了第六届 那也期盼 在往后 每一届都有市长辈 来让我们所有在场的选手 能在球场上来做竞赛 来办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那在代表会的部分 也会全力支持花莲市公所各项运动比赛 最重要的是对我们漫磊活动的支持 往后也希望市公所能别别更多的预算 本会还是要先感谢我们市长 对我们漫磊球长期每年的这个支持与赞助 来让我们漫磊这个运动 不管是夜间的或是白天的 假日的都有这个球赛来进行来举行 在此还是用最感谢的这个心情 来谢谢我们的魏嘉强 我们的魏市长 市长魏嘉强除了致政 每一支队伍一根球棒 也亲自开球送奖品 每位选手都抢着要接住来宾们 集出的球场面相当欢乐 而市长被漫磊磊球锦标赛分为公开组 社会组还有健康组 总共42支队伍超过千名的球友 齐聚一堂彼此交流球聚 却旅会欢迎市报道